這場會面等於對外公開 在10月7號哈瑪斯突襲 以色列這場行動 恐怖攻擊 非常有可能就是這三方所促成 他們其實基本上 自稱是所謂的抵抗軸心 不過以色列稱他們為恐怖軸心 他們抵抗軸心 第一個你看到 其實哈瑪斯更不用不要講 加薩走廊最大恐怖組織 其實傑哈德就是日前 從加薩走廊 加薩阿里醫院不是遭炸嗎 其實他就背後的這個幕後的兇手 那他雖然火箭彈失效 但是實際上炸到這個醫院的 就是傑哈德他們發射的火箭彈 他算是加薩走廊 其實僅次於哈瑪斯第二的恐怖組織 所以哈瑪斯在行動之前 他應該是都已經跟附近的恐怖組織 他們都已經講好了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跟尼茫蘭正主黨之間 一定是有相關的串謀 因為其實先前曝光的訊息裡面 就講到說 在這之前哈瑪斯其實領導人 也有到這個黎巴嫩貝魯特去開會 那等於是曾祖黨守允之後才行動 才動手 然後行動之後 馬上你看那個傑哈德第二勢力 馬上出來呼應 說要跟他形成這個共同的戰線 所以這三方共同聯合起來 其實也是這一次 等於以色列遭到 這恐怖襲擊的背後的兇手 那等於這一次 為什麼再一次會面 他們要討論下一步 下一步的行動 那到底要如何讓巴勒斯坦 能夠在加薩走廊取勝 這中間當然有一個盟友的 這樣的一個關聯性 但是軍事行動的討論 當然也在這個可能範圍之內 那不過其實這三方 他們其實跟伊朗之間 包含像他革命衛隊 那聖成軍之間 其實都不同等級的關係 甚至像剛剛講的傑哈德 他還是直接受這個聖成軍的支柱 那這個曾祖黨 背後也是革命衛隊所支柱 所以武器來源其實都一樣 都是從伊朗來的 那當然接下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這幾天 這整個戰火 確實有蔓延往外擴到 中東半島的情況 因為這一個 國防部就都在公開講到說 過去七天至少13次 美軍在這個中東半島的基地 都遭受到 同樣火箭彈或無人機的襲擊 那明傑哥 他一直去襲擊美軍的基地 到底是什麼盤算 就洩憤嗎 還是他覺得把美軍拖進來 他比較有勝算 在國際間 他可以引到更多的同情呢 我覺得這個策略其實過去 背後我認為這個伊朗陰謀 還是非常的 占很重的成分 基本上來講 可能就在這個地方 可能搞不好都跟中國 跟俄羅斯是有不同的串聯 因為在這個地方 如果可以持續拖住美軍的兵力 因為美軍本來把整個重兵 已經移到印太地區了 那俄乌戰爭分掉一塊之後 現在如果中東情勢又告急的情況之下 非常有可能造成 這一個美軍分身乏術 讓他在全球都沒有辦法 這個完整的 有這個所謂的軍事佈局 那這個部分 我們要看這一個從中獲利的是誰 當然最大的就是俄羅斯跟中國 那伊朗當然這個部分 他現在沒有出面 他有小弟去帶打 那這個美國也不可能 對他先進行所謂的攻擊 所以在這裡又變成是 在拖垮跟消耗這個美軍的兵力 那透過這個以色列 可能進入加薩走廊 這些可能非常難打的這個地道戰 也在進一步 這個消耗以色列的這個國力 那同時 換取所謂國際的這個聲援 對巴勒斯坦的聲援 所以這個接下來的狀況 確實對以色列來講 國際情勢不是那麼有利的情況之下 只能步步為隱